新iPhone終於亮相了 但是台灣的蘋果概念股 卻沒有上演慶祝行情 反倒是利多出境 加上各大類股今天也是全面下跌 台股今天開低走低 大跌了白點 而分析師認為 台股短線應該會是震盪整理的格局 以整個後市來看的話 因為下半年 畢竟還是有個選舉 一個題材的因素所在 那我認為說 接下來整個台股在整理後市的發展 大概可能短線上 會比較呈現震盪的一個格局 就是說你可能因為 沒有什麼特別的一些 國際性的一個利空 所以你要讓它打跌的機率 不是那麼高 但是現階段也沒有辦法出現一些 像基本面特別強勁 或像是跟Apple 題材這麼強的一些概念 去推升指數做個上漲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指數就自然 容易在一個區間裡面 做一個整理 那先前的買盤 可能會比較集中在科技股 到年底的話 市場的一些資金 可能會有機會慢慢轉進一些 機器比較低的一些傳占股 甚至說可能長線 有機會受惠生息題材的金融股 重要全職股包括了台積電 鴻海 國泰晶 台塑 股價都是下跌的狀況 另外iPhone 6 並未採用藍寶石螢幕 也讓相關的概念股 趙遠 月峰 股價是以跌停開出 表現弱勢 至於先前捲入高雄氣爆的融化 今天股價則是漲停 紡織股如紅 盤中也攻上漲停 都是盤面少數的強勢指標 還有一些新方式在別的 財政主張 財政主張 感谢观看